地址這部分呢,可以在這邊再多一個一欄 這邊就是地址,然後後面刮5BBA 那我們的做法非常簡單 就是旁邊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的話,可以把前面的地址合併出來 並且幫我填進來 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這個按鈕怎麼寫出來的 其實我想 各位前幾個Sample如果回去有在Run過 大概應該有一個概念 基本上呢,它一定是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定義一個範圍 讓它去跑 那你一定要給它一個判斷 也就是把需要的字串組合之後的話 最後再把它放到這個儲存格裡面來 所以基本概念我想 大概前面Run幾個Sample 有些需要知道的 有些需要知道的一些物件名稱 我想各位也要稍微看一下 那基本上 我們在講義裡面有稍微定義一下 就是讓大家知道這個基本流程 然後程式碼也有已經寫出來 不過我等一下會逐步的 讓各位了解怎麼把它寫出來 好 那基本上也是一樣 會跑一個4回圈 不過因為我們只是一欄 所以一個回圈就好 不需要兩個回圈 為什麼一欄 那一欄的話呢 因為我的範圍是從第二列到第207列 那這個地方的話 207這個數字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自己知道它最後是哪一列 你可以用什麼呢 就是模擬Ctrl向下的那個方式 那個範例在消貨單裡面有 我們可以知道說它最下面是哪一列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數字207呢 用某一個變數去取代就好了 那以後的話 無論它是幾列 你就可以自己去產生 這個是比較火一點的程式 那再來的話呢 這個CALL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負程 負程式裡面還是可以再呼叫另外一個負程式 這等一下再說 那我們怎麼樣去做吧 做判斷 最後呢輸出 就是可以把結果輸出來 其實我們剛剛跑的 這個按鈕裡面的程式就是這樣 就是在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的 那接下來我們逐步來看 像這樣的一個一個VBA程式要怎麼樣撰寫 怎麼樣撰寫 我想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逐步來看一下 從無到有 這個是已經完成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再做更好的就是清除 清除之後的話呢 可以再讓什麼 讓使用者再重新再再按一下按鈕 比如他可能做下一個動作 那他就可以再繼續合併新的地址 或者諸如此類的 那像昨天我去開會 昨天應該受邀去 開一個那個證照考試的那個專家諮詢會議 找我去參加 那我看了一下那個 那個是一個電腦技能基金會辦的一個考試 那我看一下 其實他題目已經出的已經算蠻難的 有點水準 那個考試的那個部分 其實我有分享在雲端裡面